我们家用一种面 他们家不一样的是 三个面袋放在一块 你一起来揉 是不是 这是您的创意面 今天打算做个什么 今天做一个面 做一个 叫个海鲜杂凉面 海鲜杂凉面 制作海鲜杂凉面 需要的原料是 白面 玉米面 豆面 笔管鱼 韭菜 来来来 咱用工夫开始和面 来来来 这个是豆面 这是玉米面 玉米面 倒上去 倒点 倒这么多 差不多就行了 一般家庭里边 吃一般两三个人吃 够了 两三个人吃 这大概多少克 大概 一两半左右 一两半左右 75克左右 75克 它是算比例中 算占二的 它就是35克 占一 35克左右 豆面35克 我觉得这三个面 你看 如果想出来 那个杂粮的感 面呢 面多少 面也是 也是35克 那我倒觉得 如果您家里有鸡种 比如说紫米面 你都可以和在一起 对对对 看你自己家里的需要 那就来点水吧 这时候开始和面 我们这时候加的是 鸡蛋 咱这个面包 还是蛋清 不用蛋黄 还是用蛋清 蛋黄 不要 这些面包 用一个蛋清就行了 一个鸡蛋蛋清就行了 好 来来来 来点蛋清 撑 好嘞 我们这边呢 把蛋清直接和到我们这个鸡蛋手感面里面去 用普通的凉水和面就行 用普通的凉水和面 然后呢 这个面放它三克左右的盐 三克左右的盐 和面还要放盐 这是增加它的筋性吗 还是增加它的骨 它的硬度 它有那个 就是硬硬的 对 它会有 就是吃来会弹 对 会Q弹爽滑 对 我们再来一点凉水 把这个盐滑开 滑开 直接放进里面去 然后吧 先把它 搅好了它 先搅我们这个鸡蛋 把鸡蛋清晓搅进去 搅好了它 我觉得今天咱用75克这个白面 75克的玉米面 再加成35克和 35克的这豆面白面 我觉得是不是 我们加鸡蛋加一颗 是不是很少 不少不少 不少吗 这就可以了 足够足够的 好 再来一点盐 盐水 下进去 将面团和好以后 扣在大碗中 醒发一会儿 然后锅中倒油 放入葱姜蒜 炼出葱姜蒜油 把笔管鱼吧 切一下 然后就切一下 好 笔管鱼你一般都怎么挑 我想问一下大老赵 挑 去全都笔管 带紫的 那就最好了 是吧 对 这边咱把这个 葱姜蒜 我们是榨一个葱姜蒜油 是吧 榨一个油 然后吧 看这个颜色吧 有点金黄色了 慢慢的火 好了可以 全部都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 这时候我们不把笔管放进去 不放 不放 好 葱姜蒜爆香的油留着 好了 现在放好了一够呢 好 把它放好了一够 现在面可能也熄好了 好 那咱这时候就开始给大家改面条 来做 OK 面熄好了 大家补面 我们的白面 补一点 给大家找好了 还行 不是特别 特别薄 然后呢 这个面了 是 这个宽了 它这个宽度了 差不多 就是有十公分宽 就行了 十公分左右 八到十五分宽 好 一切 一划 好 再一划 再一划 好 再一划 然后把它叠起来切 切就行了 面条现在我们在 拉它这种感觉 它好像 有内部有一些筋在 好了 这出切面条了 切 这个宽节 去看自己喜欢的宽 就多多宽 一般都是 八厚米 只 一公分 这个宽 是这么快 可这样子切的话 它那个面条 不都是碎的 它的尺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面 咱就是这种碎碎的面 对 它不是那种 一长长的一根 不是 而这那种 就是像我们平时吃的那种 刀削面一样 它那个长厚度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面条 挺特别的 好了 现在我们的面条 全都切好了 每一根 锅里面 把水加上 水开以后 将面下入 现在呢 就把这个碎碎鱼 都推下去 推进来 韭菜还得再等一会儿 韭菜还得等 韭菜就要 出锅的时候再放 这处于是把那碎碎鱼 在汤里面涮一下就行 对 就这么快 碎碎鱼就打卷了 碎碎鱼跟油 为什么不一样 它比较容易成熟 对 但是 放碎碎鱼以后 一定要盖锅 盖锅盖 叫这个温度 直接就烫的温度 再加上一百度 再继续沸腾 等再沸腾的时候 把韭菜放进去 在沸腾的时候 然后咱们能放在一个 大碗里面 开始响上面条 对 这是第二次沸腾了 沸腾起来了 沸腾起来以后 现在就把韭菜放进去了 放进去一趟 喜欢多放韭菜也行 少放韭菜也行 反正是 这个韭菜加上海鲜了 特别提这个咸味 然后放盐 放盐了 直放盐 好 OK 放上盐 然后 热腾腾的面条 关火 这就行了 余温把韭菜给它烫熟 这时候就把我们那个葱 姜 蒜的油 最后翻浇的这个油 把它浇上行 只有这个油 只用它 不用我们的葱凉蒜炸过的 就是炸过的油 对 就是不用那个沫了 不用沫了 只用油 一大盆 这个面 真是 我们吃它的时候 就感觉它会有点什么样 有点像是 我们吃的 刀削面 但是它那个 刀削面不如 它细啊 它是比刀削面细一些的 但都属于是短面 来吧 咱们趁热火 尝着今天 我们的大老道给大家做的 这么好吃的杂粮面 来来来 好 吃 吃 使用 杂粒